給他一個形象 哦 我覺得一座山吧 一座山 好OK 這座山大概有多大 比一下 很大 什麼顏色 綠色 綠色 好OK 所以在人內在啊 能力啊 就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綠色的山 OK 好那你可以非常眼睛 來正方我要你叫能力 能力 在叫 能力 在叫 能力 來大聲再叫 能力 來再叫 能力 再大聲再叫 能力 來再來 能力 好叫親愛的能力 親愛的能力 來再來 親愛的能力 來再來 親愛的能力 來再大聲 親愛的能力 好 如果你給他一個正像形容詞 你會給他一個怎樣的形容詞 比如說是美麗的能力 愉快的能力 豐盛的能力 還是什麼的能力 我給他 你覺得你的能力是一個怎樣的能力 能力是一個漂亮的能力 好叫漂亮的能力 漂亮的能力 再叫 漂亮的能力 來再叫 漂亮的能力 來再叫 漂亮的能力 來再叫 好OK 漂亮能力有沒有出現在你前面 有 哪個位置只說 這邊 好來面對 好 那你跟你漂亮能力說 漂亮能力你好 漂亮能力你好 漂亮的能力你好 來他有沒有跟你說你好 他點頭 點頭不扣 抓著他 來用手 抓著他 抓著他你跟他講說漂亮能力 你能不能跟我說你好 拜託拜託你跟我說你好好不好 我需要你跟我說你好 來跟他說 漂亮能力 拜託你跟我說你好好嗎 漂亮能力求求你跟我說你好 好 漂亮的能力 拜託拜託 善用女生的工具啊 善用女生有需要跟他散開 漂亮的能力 拜託你跟我說你好 漂亮的能力求求你 跟我說你好 好 他有沒有跟你說你好 沒有 好 你跟他抓著他 搖一搖他 去散開一下 漂亮的能力你好你好 拜託拜託啦 跟我說你好好不好 我好想聽你跟我說你好 我需要你跟我說你好 來跟他說 要有能力拜託拜託 跟我說你好 跟我說你好 拜託拜託 我需要你跟我說你好 求求你 啊對對對 這樣就這樣就對了 把你女 女生的這個武器 那種齁 秘密武器 那個傻男的那種感覺 做出來 要有能力 拜託 拜託拜託 跟我說你好 求求你 好 他有沒有跟你說你好 有他有說你好 他怎麼說 他說你好嗎 他說嗨你好 好可以OK 來你願意感謝你的能力嗎 首歌先放下來 願意 那你要怎麼跟你的能力說 你的感謝 記得齁 要用第二人稱 也就是我跟你講說怎麼起頭 你要講說漂亮能力 感謝你 你不用跟我講說感謝他 說 親愛能力感謝你 帶給我的什麼什麼什麼的東西 來 你要怎麼感謝他 跟他講 親愛漂亮 親愛的漂亮能力 感謝你 帶給我 認真正的工作 然後 豐富的收入 然後讓我可以在人生的路上 過得平穩 安定 然後可以 讓我成立 給我 工作 然後養家活口 給我的爸爸媽媽媽先生 還有小孩 OK 非常 來他有沒有給你回應 他微笑點頭 來你問他說 漂亮能力 你微笑點頭是什麼意思 能不能給我一點回應 好 漂亮能力 你微笑點頭是什麼意思 可以給我一點回應嗎 他說 很棒 好OK 這個很好 那你還有什麼話想感謝他的 還是這樣就好 漂亮能力 另外我想感謝你 就是 讓我有能力去解決 每個人需的問題 包括 痾 之前工作 病人的問題 現在 朋友的問題 健康狀況 等等 感謝你 感謝裡面 不要用負向的東西 好 你這個地方說 你可以說 那個 嗯 漂亮能力 我想要感謝你 因為擁有了你 我可以分享 就是 就是 就是分享我 分享我自己啊 然後帶給大家 譬如說 美好的生活 你中間不要有負向詞彙 你不要說 因為擁有了你 所以我可以幫忙 解決誰誰誰 解決人家問題 帶給我 這不好 因為你這樣子 你未來的時間點 會碰到很多的人 都是那種 需要被解決問題 你會很累 懂我的意思嗎 好 用詞的時候 這個地方要注意 好 好 再給你一次機會 來 再講 漂亮的能力 感謝你 那我有能力 可以 呃 可能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分享 分享給我周遭的 親朋好友 然後 圓滿他們的人生 好 ok 這樣就很好 懂嗎 好 來 好 那他們回應 他在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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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非常好 那給他一個擁抱 好 來 他們給你擁抱 抱了就不要放掉 有 好他擁抱了 來你剛才講說 漂亮的能力我愛你 漂亮的能力我愛你 來再 再說 漂亮的能力我愛你 來再來一次 漂亮的能力我愛你 再大聲再來一次 漂亮的能力我愛你 你剛才講說 漂亮的能力我真的真的非常愛你 漂亮的能力我真的真的非常愛你 好ok 來他有沒有跟你說我愛你 他抱 抱我抱得很緊 但是沒有說我愛你 你剛才講說 拜託拜託跟我說我愛你 漂亮的能力拜託拜託跟我說我愛你 就求你跟我說我愛你 我需要你跟我說我愛你 欸對這樣就對了 好ok 來 他有沒有回應 他在耳邊說我愛你 好你剛才講說 那個漂亮的能力我真的很開心你跟我說我愛你 但是你們再大聲一點點 漂亮的能力我很開心你跟我說我愛你 可是你可以大聲一點嗎 嗯哼 拜託你大聲一點 嗯哼 有他有比較大聲 好ok非常好 來想像一道光 來有沒有光 有 我要你用這一道光把你更漂亮的能力給包起來 嗯 有沒有包起來 慢慢的 嗯 包起來什麼顧著 有包起來了 好 這個光裡面有沒有愛跟喜悅還有能力 有 好 我要你把這個愛跟喜悅還有能力的感覺擴散到你全身 好 我要你成績在這個愛跟喜悅還有能力的感覺裡面 好 好 那個 正方你可以慢慢地抓在你的感覺 好 來正方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怎麼同一隻 同物之間 你可以感覺到你的能力嗎 我可以感覺到 那個能力 有在你的周圍或是在你的內在嗎 在我的內在 好ok這樣就可以 好 做這個練習啊 重點是怎麼樣用個練習 讓你的內在的能力的感覺重新換回 不然有的人為什麼沒有能力 因為他會覺得能力離他很遙遠 用這樣的方法把你的內在的能力 重新再喚醒 ok 因為 一點